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三藩市日落区Terafer街的道路改善工程 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引起了市民和商家的 無奈和不滿 它幾乎阻擋出了所有交通 掘完了風水泥 一個星期之後它和我掘起它 那為什麼要風水泥呢 不可以說你想怎樣 我們就要配合你 但是我們也是要生存的 是吧 回到政府它先 先安排那些巴士達 對我不坐巴士達我自己開車 所以對我沒有影響 Terafer L線的路軌改善工程 由2019年開始分兩個階段進行 受影響的路段 由Force Side Avenue一路延至46階 L線列車自1919年以來一直投入使用 而列車行經的Terafer街 是貫穿整個日落區的主要街道 這條街總共約有205間不同的企業 大約有27,200名的居民 居住在Terafer街四分之一里半徑範圍中 目前某一些路段已經完工 但是也有些仍然在進行當中 工程的期間人流大幅下降 直接令到附近的小商戶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著這個議題 我們分別採訪了日落區市參試欣加納 三藩市交通局局長譚穆林 以及多位商家和市民 看看大家如何看待這個工程 和對他們的影響 Terafer L線列車的路程 和工程下的路程 都被改造了 這是一個長時間 工程期間取消了停車位 巴士站也需要作出臨時的遷移 附近的商戶表示生意大受影響 這幾個月我們的生意額 直接下降到40% 大概都是20%到28%之間 現在直接真的跌了四五成 下地最少一半 有時甚至更多 因為風又落風又沒辦法走 那你們做什麼 民眾和商家最關心的是確實的員工日期 對此 三藩市交通局局長譚穆林表示 工程包括食水污水以及煤氣管道的處理 其次就是建造軌道 登車道 以及美化工程 對於地下的基建工程 譚穆林表示各個部門和機構之間的協調充滿挑戰性 對於工程的步驟和處理方法 位於20Avenue的茶餐廳店主認為可以更有效率 水務局挖起了一條路 然後鋪好水務局 它是封回水泥 然後另外PG&E又來挖回一條路 他們沒有聯合工程 你不覺得很怪嗎 你關上這麼大間的企業 為何不是一次過做好了 說真的人力物力所有東西都是納稅人的錢 市參市英加納表示 日落區的街道已經有過百年歷史 很多時候將土地劃開之後 才出現意料之外的情況 當他們開始探索 他們感到驚訝 他們發現了一些探索 他們必須重新設備 用品線 他們必須改善改善 他們必須改善改善 所以這項目加上 這項目的價值 除此之外 人力資源分配 亦是商家認為 影響工程進度的重要因素 真是見過最過份的 整條街開了六個洞 前後兩個人舉牌 兩個人看著一個人做事 為什麼不集中資源 去做一節節階做好它 對於這個基建項目 交通局局長譚穆林表示 自2018年以來 就一直跟本地商家密切溝通 研究如何把影響減到最低 儘管如此 亦都有商家覺得 市府和民眾之間的溝通有所不足 不管是公車局也好 和市府做的聽證 我們都有參與這些活動 但是這個最終是通過了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溝通上 細節上 其實在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溝通並不是太長通 有時候它封路這些 它是沒有說的 它是說 什麼時候這個動工 不准泊車 沒有說封路的 恩加勒表示 交通局有一名專門 負責Terafel街的聯絡人 和Parkside的商家領袖合作 他們有月份聚會 然後他們有電郵 可以通過商家領袖 你可以通過網站 每週每週 都會告訴你 什麼會發生 除了路軌的基建之外 下一步就是 建立更加多的登車島 我們已經通過過50年 美國人跟障害法案 在Terafel街上 都沒有適合到 人們跟障害法案 所以大部分的項目 包括確實人們 在鞋子裡 或使用鞋子 可以通過鞋子 很重要的是 乘客人 不會通過鞋子 進入行車道 恩加勒認為登車島 除了為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的民眾 帶來安全之外 亦能夠吸引更多的人 留到訪日落區 這將會把某些停車 但你必須想想 當鞋子在走 你會帶來更多人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更安全 有商戶對增建登車島 表示理解 方便老人家 輪椅 規定要容易做這些 沒有辦法 這些規定 沒有辦法 也有商戶對此 反對態度 認為減少停車位置 會對生意造成不利影響 它確實佔領了我們很多 停車場的空間 這樣對我們商家來說 不是太好的 車位是對我們相當重要的 如果你把我們的車位去掉以後 做成海岸的話 那我們的客人 就自然會不方便 他們就會不會常來這邊 三藩市市參試預算委員會 早前通過了一項動議 向Terrafer街受工程影響的商家 撥款100萬元的補償 對於如何分配這一筆資金 和申請流程 則暫時沒有進一步的安排 The idea is it's simple and quick so people can get the relief without having to wait too long 實際上有過百名商家 受到工程影響 有商戶認為該補助 並不可以帶來太多的幫助 也都有商家認為 能夠盡快的員工是更加重要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去分配 可是我覺得這個錢 對我們不是很大幫助 一百多個商家來說 那肯定是車水馬欣 其實一點點 但是也是一個改進了 那希望更多的是 政府能把這個工程做得更快一點 也都有商家認為 師傅可以考慮 現金補助之外的其他支援 退稅、補稅 直接就是最方便的 所以很多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爭取一下 而對於員工之後的Terafel街 大家也都有不同的期望 我覺得Terafel街 未來會變得更加繁華 然後更加有商業化的氣氛 I hope it will be better 真的 真的 就要看看市參事 如何處理我 例如有些夜市 有些活動 看看商會有沒有活動 對於將來師傅 在有基建項目的時候 可以怎樣改進 商家也有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那我就希望他首先 會跟我們小商戶有溝通 最起碼讓我們知道 你之前想幹什麼 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配合你 你選擇風路的時候 你巴士怎麼走呢 你要安排好 你要事先要做好這些工作 你才能夠動工 規劃同一工程 會真是最大的幫助 殷家立在2023年上任日落區市參試 Terafel L線路軌改善工程 是他上任之後的一大挑戰 他表示深深明白今次的項目 令到很多小商戶失望 希望將來能處理得更加妥善 這個城市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必須確實在 在接下來的項目 我們會計劃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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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的時候才正式上任 他為這個項目造成的重大影響感到難過 為了令到民眾了解更多三藩市西區日後的基建工程 交通局的網站也都有詳細列明工程內容 請去SFMTA的網站 你可以去SFMTA.com slash Westside 這個項目的整個西方的工作 在接下來的幾年 還有一項目的公司的公司維持 並列入整個建築項項目的建築項目的 服務